27 30 港幣 好來第七條來請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七條 善意第三人於前條應移轉為國家有、地方自治團體所有 財產上存有之租賃權、地上權、抵押權、顧點權等權力 不應此而受影響 民進黨團修正動議第七條 善意第三人於前條 應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 或圓所有權人所有財產狀 存有之租賃權 地上權 抵押權或點權等權利 不因此而受影響 宣誤完畢 第六條 第七條 往前看 第六條本來就是 第六條第一項 有那個 要選國有還是地方團體或圓所有權人 有的人圓所有權人 所以這也要把他加上去而已 第六條 有圓所有權人 好啦 好啦 那就照這樣子啦 民黨的修正 來 那第二章申報調查及處理呢 這個要不要撤回 好 撤回 好 來 那第八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八條 政黨附水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 應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 向本會申報下列財產 一 政黨或附水組織 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 自本條例公布日子 所取得及其交付 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之現有財產 二 政黨或附水組織於前款期間內取得或交付 或其交付 移轉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之財產 但現已非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之財產 前項應申報之財產如下 一 不動產 船舶 汽車及航空系 二 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 外幣 有價證券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 三 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及對於各種事業之投資 前項之一定金額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有本會公告之 第一項第二項之申報 應載明財產總類 取得日期變動情形及其對價 如訂有書面契約者 並應減付及契約等相關資料 其格式由本會定之 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負水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 並通知其餘受本會通知日期二個月內向本會申報第一項之財產 本會除受理第一項及前項之申報案 亦得主動調查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之財產 取得日期變動情形及其對價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八條 第四項修正為第一項第二項之申報 應載明財產之來源 種類 取得方式 取得日期變動情形及其對價 如訂有書面契約者 並應減付其契約等相關資料 其格式由本會定之 第六項中 取得日期前增列來源 取得方式等四字 其餘均與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相同 沛洪泰委員等修正動議第八條 第一項前文中 六個月內修正為一年內 第一款中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修正為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日 第二項第三款中 債權修正為債權債務 其餘均與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相同 宣讀完畢 好來 我們說明一下好了 好來 請 我們對於這一條條文齁 有把文字稍微調整齁 請看看第八月齁 第八月 第一項 第二項之申報 好 因載明財產 那不能一起財產總列嘛 那增加一個財產生產源頓點 總列 總列是沒有變 那增加一個取得方式 因為取得日期 變動情形沒有變動 只增加這個取得方式 是把它弄完整一點而已 好來 那我們黨黨團策 針對惠弘泰委員的修正動議 有沒有要 時間不同 這個應該配合前面的時間點 時間配合 時間是93年還是34年 這個是前面那個議題 好來 這個一年我想比較合理 稍微時間寬鬆一點 那後面也要改 後面也有一個一年了 六個月內把一年了 這樣啦 我們再談 這樣而已 這個債權喔 一定請問債權 其實債權比方還有債務 你沒有處理債務 債務要拿去 你創作財務 不懂 我現在要創作財務 那個圖委員表示 一般債權是包括債務 怎麼可能 那個總長怎麼可能有交債務 你就要申報債權 不申報債務這也不合 不合你 對 債權債務是很快的 你們用想像的來立法 不不不 非常務實 我們想像的來立法 我們立法委員 很多人財產申報的時候 都說我家有多少 結果他也有債務 他貸款那些東西都落進去 對不對 好來 來請 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的重點是在那個93年 對 對 那應該是重點啦 你們債權債務 沒關係 93年再負責 我沒有錢 93年配合錢 原來 頭前的啦 這個要配合前面 沒有堅持 這沒有堅持 原來是34年8月15日起 8月15日起 對 那就是說 前面 第八條那裡 六個月改一年 他說這樣 有意見嗎 加一個債務 這樣而已 這兩個有意見嗎 欸 假裝做假債務去 十一啊 什麼 很難啦 加債務去裁定房 這幾年 你怎麼這樣去查 特朗普知道 要加債務 你的調查委員會很厲害 很厲害 調查委員會都改調查請順 好 來 各位觀眾 我們喔 架牌的人 賣整個頭髮專櫃 不是 我是 反而你 我反而你 走歪路 架牌的人 賣整個頭髮專櫃 那34年要去做財務 好來 那個郵美女郵委員 來 就是說 因為她是要來申報你 就是說現存的財產 那如果你有債務 你本來就會把你的債務扣掉 那你還有現存你才會來啊 還申報 對不對 好啦 要這麼進口 要進口 市場負債表啦 就進口 國民黨在這裡明確承諾 絕對不會虛報債務就對了 好啦 有啦 你把國民黨看見什麼東西 你把國民黨看見什麼東西 你把國民黨看見什麼東西啊 主席國民黨看見什麼東西啊 好啦 虛報不秀了 除了你們有虛報 你把要講求合理公平好不好 不要用想像力 不是啦 本來也要申報啦 才也申報 都要申報啦 這條簡單 時間的問題就是 配合前面的修正嘛 我們立小組調整啊 然後有 民進黨有一個 文字的調整 文字就是財產之來源 跟取得方式 增加這幾個文字 在那個第三 第四項 一二三 第四項的第六項 第四項跟第六項 我看一二三四 一二 一二三 第四項跟第六項 的文字 有 有 有 沒有 好 好啦 那這樣是 一年時間的比較重要 那這個債務沒有問題 增加債務沒有問題 好 那六個月改一年 有沒有問題 就是那個 應以扁條例施行之日起 一年內 國民黨民進黨黨是六個月內審查會 他說改一年內 那這個加一個債務 剩下的那個時間就三十四年 八月十五 怎麼會三十四年八月呢 就是依照前面修正 我知道 但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 那個是會在前面表決的 那個依照前面修正 依照剛才的連幾年開始那個修正 三十四年 大家也都不 那時候都討論過了 那個 那個順序是要怎麼去創 還有一個 在 我們在 第五項 來我們看第五項 第八月的第五項 有一個 並通知 齊宇壽 便會通知日起 兩個月 啊 我們的會員這邊是說改六個月內 兩個月改六個月 改一年了 沒有啦 沒有啦 你看他才六個月 一開始我就提了 我一開始就提 兩個時間是不一樣的問題 我們前面是六個月 後面是兩個月 你們現在要一年 那後面也當然要比一年短 所以該六個月啊 通知一下而已 消費給你而已 六個月太長啦 因為你是那個通知調查 讓你來申報啊 沒關係 看 通知沒有通知 對啊 那不然就四個月嘛 四個月啦 四個月啦 沒有啦 六個月改一年啦 加一個債務 前面時間是誰 前條的時間 來做 一個 四個月跟六個月差別在哪裡 沒有啦 這個折衷嘛 差兩個月啊 不是啦 這是申報的時間 如果說他擁有的 就這樣子啦 所以比較多的話 應該 沒有啦 大家的工夫就好了 四個月就四個月啦 沒有啦 沒有啦 六個月 沒有啦 你這樣開錢喔 什麼東西啊 三個月 這是通知而已 沒什麼動物 好像有 好像有一年一年的嘛 一年一年一年 要是平四個月好 好啦 好 那還有剛才喔 那個 財產自來源取得方式 民進黨的修正喔 這個就依修正喔 好 好來 第九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九條 一第五條第一項 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自本條例公布之日起 禁止處分之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再實現 一 履行法定義務 或其他正當理由 二 符合本會鎖定許可要件 並經本會決議同意 前項第一款鎖定情形 應於處分後三個月內 製作清策 報本會被查 第一項鎖定其他正當理由 及許可要件 由本會另定之 第一項鎖定禁止處分之財產 如依法設有登記者 本會得阻託該管登記機關 辦理限制登記 如系寄託或保管於金融機構之存款 或有價證券 得通知金融機構凍結其賬戶 如系對他人之金錢債權 得通知債務人向清藏地之法院提存所 辦理清藏提存 並應將該提存之事實 成報本會被查 非經本會同意 提存物授取全人 不得領取 依本項所為之提存 升清藏之效力 政黨附隨組織 或其受託管理人 違反第一項規定之處分行為 不稱效力 關於第一項第一款之範圍 認定有爭議 或不服第一項第二款之決議者 利害關係人 得於三十日內向本會申請覆查 對於覆查決定不服者 得於二個月內之不變期間內 提起行政訴訟 民進黨團修正動議 第九條第六項修正為 關於第一項第一款之範圍 認定有爭議 或不服第一項第二款之決議者 利害關係人 得於收受通知後 三十日內向本會申請覆查 對於覆查決定不服者 得於收受通知後 二個月不變期間內 提起行政訴訟 其餘維持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 委員賴士寶等人修正動議 第九條第一項前文修正為政黨附水組織 及受託管理人 經本會依第八條第五項 調查認定並通知者 自收受通知之日起 不得處分依第五條第一項 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縣 其餘均與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 同事相同 宣讀完畢 好來 賴委 現在這樣 這個喔 你這個法公布一下 假設啦 今天就過了 下個禮拜六 蔡總統公布了 公布了以後 你這裡去講喔 公布以後 然後呢 他就開始 不可以處理財產 什麼之類的 問題是 我怎麼知道是 我會中 我不知道 我是不當財產啦 所以 我這裡就比較具體就是說 你這裡面接受第八條 第五項 上一次講的 他們 就是 你們那個等於要啟動開會說 來 這條是不當財產 這時候我就不能處理了 不然我來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後不去知道的可能 總統我中 問題是 你總統你又說 我不是咧 你來查看看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是講的是說 等到 你那個 會成立了 然後 通知 我收到通知 我就不處理了 等於是這樣子 你剛才講要等到 你這個條文 就要等到 你們全部通常完畢 再來處理 沒有啊 你這個條文都敢寫啊 認定以後 就是大家來處理 不知道 我是不是啊 你怎麼認定 沒有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啊 你那個中頭比較簡單 你滑下比較簡單 其他的呢 其他你不知道 因為法通過 你還是 因為你既然有這個委員會嘛 對啊 你當然就是要有這個委員會 認定完以後 通知 這是一個正 正式 合法 合理的程序 啟動之後 這個才合理嗎 對呀 老柯喔 老柯說我們中間 可能要這樣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那轉的人不知道 他是你們的範圍啊 我剛剛說過了 只有中頭華夏比較確定 那些東西他可以這樣做 但是其他的都不知道啊 其他怎麼知道 你可能 唱到你的錢要拿出來啊 他不知道他怎麼知道 他不知道他怎麼知道 沒有代價的啊 沒有 這個東西不知道啦 你要告訴他嘛 是不是這樣 你前面那個定義都那麼寬廣 然後還弄負水屬屬屬 大家都知道啦 要有一個程序啦 請問你齁 蔡總統的公告請問誰會看啊 這個法案通過了 誰會注意看啊 有 只有國民黨會看 國民黨黨議事業會看 這樣而已 其他沒有人看的 其他沒有人會去看啦 對不對 但是你的情況很顯然 不是只有我 有些喔 他知道自己的財產 從國民黨那屋來的 偷走的 藏的 他都自己知道嘛 他昨天有錢不有錢 大家都知道 總長 這個法條 這個法條在還沒公佈之前 你們也有設說 這個法之前都可以追溯 更何況這個法條公佈之後 你當然還是追溯得到啊 這個法條有一個 你們注意看一下 就說 他有一個說 履行法定義務或正當理由的 都是還是可以做的 不是說一律禁止處分 所以他如果是履行正當的債權債務行為啦 做正當的這個 發薪水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履行法定義務啊 問題是他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說 即使你中了 已經中了 但是你還是履行法定義務 或其他正當理由還是可以啊 我知道啦 那個沒有問題 我現在就說 誰中標啦 你根本不知道誰中標啊 除了我剛剛說過 中頭知道一定中標 華夏一定知道中標 那個比較簡單 他可以這樣子弄 其他的呢 其他的有些會中標啊 我講一下 我再講一個 老柯啊 按照你這個講 工種都很可能中標 工種都很可能中標 我補充說一下 因為這整個立法 反正你們已經把那個時間的框架 也都設定住了 怎麼樣都是可以去查 那既然要查 我認為啦 我們剛剛從前面討論到現在 就是說 我們整個立法的周延性 跟公正性 客觀性 不要讓人家在這上面有所質疑 所以包括你要通知到 這個人開始啟動 後面所有的行政程序 我覺得這是讓整個程序是更完備 沒有什麼不好 也減少爭議 我覺得賴書寶委員提出的 這個也是一個善意的提醒 我們講求任何事情 大家不是都說要追求程序的正義嗎 你程序不正義 後面你認定的正義 恐怕就不是正義喔 所以那個過程 就是合法而且合理 讓當事人都可以心服口服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啦 都是早晚都追得到的啦 沒有差說 都不通知的情況底下 就開始啟動 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行政的程序 然後正式通知 然後就開始啟動 我覺得這個也讓當事人心服口服啦 是合理的建議啦 這也兩項排除條款嘛 我贊成喔 剛剛顧律師的講法 但是你只有排除兩項 那有些事情根本不是這兩項能夠完全排除 萬一你很多項目你們想像不到 根本沒辦法完全排除 假設是顧律師講的全部都可以排除 其實我們也願意 但是你只有兩款排除 很多的實際的狀況根本沒有排除的情況 這兩項已經非常寬鬆了 這還是很多項目沒辦法排除 好來 等一下 好 大哥 優美女優惟 還可以互查 最後一項有互查吧 其實就是說我們這不當黨產條例在處理的 其實最主要是說 讓這個當事者他自己主動來申報 那這一條在規定的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大家一直脫產 因為如果說依照這個第九條 國民黨的是第九條的版本的話 事實上就是說等到法通過了 我可以趕快全部都脫產掉 因為只要你這個委員會 你調查不出來 等你調查到的時候 我財產都已經脫產掉了 所以在這裡其實是說 我今天法律通過之後 因為現在就不當黨產條例的這個處理 我相信全國大家都知道都在關心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你法通過之後 你自己的財產是怎麼來的 大家一定都知道 那如果你自己的財產 你還在利用這個時間把它處分掉 當然就是不發生效率 就處分無效 那所以在這裡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 那你如果有爭議的話 那有爭議自然 後面有爭議的這個處理的方式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如果用這個賴事寶的這個條文的話 那會變成是全部到脫產 等到這個委員會調查到的時候 那財產全部都脫產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我不要忘了這一部法立法 立法剛剛前面大家討論 你從民國34年就開始了 這怎麼個脫產啊 你是要把過去已經處分了 你也要回過頭去追查 所以那個根本不是重點 那個根本不是重點 我剛剛講的程序的完備 你讓當事人心服口服 前面脫產的你都要回過頭去處理 有差這個嗎 我是比較不了解 這個很完備 罰你們比較清楚 應該是大原則就是禁止買賣 是不是這樣 大原則就是說禁止買賣 如果去控制他們不要去買賣 怎麼樣去把它修的 應該你們也同意 就是禁止買賣 你們現在擔心的就是 我們一些正常的活用支出 會去受綁 如果去禁止他的一個買賣的法 怎麼去修 你要禁止他就是要 現在我講一個坦白話 這個東西其實這 你們一定要這樣子 沒辦法執行 因為除了中頭罰下比較清楚 其他都不清楚 比如說ABC公司 按照你的定義 你們有13條喔 吹哨子條款 大家就會去檢舉說 ABC公司 一起會所謂的組織 我根本我都不知道 我公告我也沒看 因為我不是黨明事業 我還一直認為我不是黨明事業 所以你當你的法工部 沒有人會去反應 除了中頭罰下以外 如果要脫產 我告訴你到外面 早就脫產了 那我可能大概去通過 早就知道我通過了嘛 會有一個盲點就是說 他們有的很多是上市公司 對啊 他們是上市公司 繼續他們的營業還在走 如果禁止買賣的話 是要停止 這個我是不懂啦 我其實不懂 會有這個盲點 他是這樣子喔 假的上市公司 有一個油分財產 是國民黨轉過來的 然後符合你們這一些 也是不管什麼原因 就顯然不是一個相當的代價 他就中了喔 可是他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 你不要給他處理 所以按照你來講 老實說 也就差那麼半年 或者幾個月 說你認定你事 才來嘛 不然你 脫產早就脫產 不會等到你公布才脫產 怎麼會 怎麼會 這個有 最後一項有複查成 可以複查 又有救運程序 可以打行業輸送 不要 那就是講庭的 沒關係啦 因為你這個通過 也沒有辦法實施啦 因為他不知道他是黨明事業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是在立法 立法 我們就要想得很清楚 前面的程序 我們要確保他的那個程序 他的周延性 跟合法性 後面才是補救的救濟措施 這兩個程序要分開 不是說 反正我後面有救濟措施 我前面阿傘部 阿傘部都沒關係 這不是立法的精神 我想在座很多學法的喔 大家這個程序要分得很清楚 我在過程程序 我可以做到最公正 最客觀 最合法 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那後面是說 萬一我在這樣的程序底下 還是有去傷到 無辜 在特殊的情況 我後面才是放寬 這樣子一個特殊的措施 不能兩個混為一坦 不是說 因為我後面有這個 我前面阿傘部 阿傘部 傷及無辜都沒有關係 我想這個大家都學法的喔 這個程序把它分開好不好 謝謝 好來 主委 第一點喔 這個是一個保全處分的概念 所以保全處分一定是要在條例通過的當下保全 這才有意義嘛 如果等到我已經認定半天了 那這個然後你再通知你 然後你再 再來說不能動 那事實上大家都很清楚 那你目標就要這樣很明確啊 對 那這個很明確就是一個保全處分的概念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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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政黨跟護水組織嘛 護水組織啦 那現在剛剛賴委員 護水組織啦 對 剛剛賴委員一直提到 就是護水組織有沒有可能打擊範圍過廣的問題嘛 那現在就是說 回到剛剛的護水組織的一個要件 就是第五條的第二款 第四條的第二款 對不起 第四條的第二款 那第四條的第二款 就是說 他有兩個概念 第一個是 現在仍然是由國民黨控制的 那現在是由國民黨控制 大概不會有人不知道他被國民黨控制 那這個一定要符合那個被國民黨控制的要件 那這個一定要符合那個被國民黨控制的要件 對 再來 再來你講的就是第二種 第二種這個說真的 當時在討論這個條文的時候 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 那麼 也就是說 第一他要符合兩個要件 對不對 第一個他曾經被國民黨控制過 對不對 第二個 他轉出去的時候 就是說從國民黨的這個控制的觀念 轉出去 他不是一個相當的對價 我知道 這就是我們科總統一直在說的 你說你會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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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 隨便講 你們護法證券對不對 那你已經用相當的對價已經轉出去了 現在經營者已經不是這個 國民黨了 那他是相 我們也沒有辦法說他是不相當的對價轉出去 那這樣他當然就脫離了國民黨的 護水組織的範圍 就不會成為第九條被禁止處分的對象 那第三個是說 好 他縱算是被 構成被禁止處分的對象 他履行他的法定義會有正當理由的 日常性的支出等等 不是那種剛剛講的惡意去買賣的 那仍然也沒有在這個被控制範圍之類 還有 他在接下來還呼籲他一個救濟的途徑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救濟的途徑 如果他最後救濟成功了 那我們最後也沒有處罰他了 那我們現行的審查會的條文處罰 然後就是處罰他處分的財產的倍數 那麼如果 那當然我們修正動議有提到是有行者 那如果說對這個行者有益 我們就行者 我們就不列入這個修正動議 那你最多是這個行政的滑環 那你行政滑環最後你打贏了 到最後他還是可以回復 這樣子的一種幾道關卡的一個平衡 我們認為是還是符合這個基本的法制精神 來 憲哥 好 來 我覺得我們兩個基同鴨獎 你講那些東西我都承認 我都同意 但是現在我要講的不是這個 我要講說那個目標是誰 現在你說的都很清楚 我當然黨議事還在掌握 但是你有一個 因為前面有一個很嚴格的 曾經政黨掌握 如果你說現在就沒問題 但是你曾經也加進來 殺傷力是很大的 下來了 比如說有一家APC公司 過去完全符合你這裡講的 曾經人事財務營運都是國民黨在掌控 結果呢經過孫子以後 他老爸拿過來孫子 孫子怎麼知道啊 到後來已經轉了幾手了幾十年 從三十四年到現在一百六年 是七十年了 七十年的時間轉了幾手啊 他怎麼知道 但是問題按照你們定義 是負水組織 因為他曾經被國民黨掌控 這東西經過三段 經過阿公 孫子 我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嘛 你說要有人告訴我 我是負水組織 沒有人告訴我 然後以後你被你處罰 你說在救濟 那大家賭亂啊 這個東西 我問一個法律問題 剛剛顧律師講得很好 財產保全處分嘛 請問在實務上 在法律上 法務部也在 我們要做財產保全處分的時候 對象要不要非常的明確 要不要經由什麼樣的程序 還是我可以任意性的 我透過這個法 我的範圍這麼寬廣 我設出去每個對象 我都可以設定假設你是 然後就設定要財產保全處分 這個法律問題必須回答 我們現在在立法 好不好 謝謝 好 我這個問題 類似喔 顧律師講得有道理 等一下請教法務部 保全 保全措施要有比例原則 要合理性啊 對啊 你這個沒有任何對象的保全 第一個 合適嗎 第二個 這是很多東西是交易 整個市場已經進行相關的交易 你萬一跟它凍結都不能處分 會衍生一些交易 市場上交易的重大問題 兩個問題 謝謝 好來 合適要不要回應剛才的幾個問題 針對那個第九條的第一個 我想最主要的問題在於那個第一項 就是說 因為依照第五條第一項 他依這個法公布以後 他就要禁止處分 他就不能處分 那當然我們在立法上 像都更條例 他你被化為那個都更地區 你也那個時候就不能處分 不過那個是很明確的 那現在就是說 因為他是推定不當黨產 所以他附水組織的部分 到底誰是附水組織 其實就像那個賴委員說 他有一點不明確 所以如果說 因為我們立法 依照大法官的解釋 是說 立法要符合明確性原則 那因為這條很嚴重 因為依照第二十七條的規定 你如果是附水組織 你應該禁止處分 你卻把它處分的 他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如果可以 假設今天是用國民黨的財產 我們明文說 國民黨的財產 你的在這個法公布之後 就禁止處分 這個很明確 因為他的財產 可是附水組織這個部分 是不明確的 確實就這個部分 確實是有賴委員講的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說 我們後面沒有行責 或許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因為我們後面 搭配一個行責 所以這個可能要審慎考慮 是不是可以考慮就是說 真正國民黨黨產的部分 你就禁止處分 本法公布禁止處分 那負水組織的部分 由調查委員會公 就是他去認定之後 他有一個認定 那因為認定之後 他也可以救濟 那剛剛顧立雄委員 有提到說 他可以救濟 其實他救濟的 如果在第一項法公布之後 他禁止處分 沒有任何國家的作為 他是沒有辦法救濟的 但是你如果低造第二款的部分 第一項的第二款的部分 那種情形 才可以救濟的 來 副副委 第一個 剛剛法務部的代表直接講說 那個行者部分 因為那個行者的部分 是現在才提的修正動議 不是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所以你在發言的時候 有要稍微要斟酌一下這個分寸 因為我們現在的修正動議 還沒有去討論到 那審查會通過的條文是一個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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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有先講 他剛剛有先講 對啊 就是行政法 並不是行法 因為你剛剛 你剛剛提到說 可以處五年以下 這個還在修正動議 還在 還沒有 剛才有講清楚了 還沒有成為一個 我剛剛也講了 這是第一點 這個要那個發言上還是要那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賴委員一直提到的 大概 我們應該是回到第四條的 那一個 第二款的那一個切 就是說曾經是 然後非以相當對價 那也許我們可以考慮 就是說就這一塊 由那個委員會認定了以後 才被禁止處分 但 如果是政黨 就是 對 然後現在還是被你控制的 護水組織 這個也沒有問題 那有關 第四條第二款的後段 就是說 現在已經不是了 然後 不是以相當的對價 那你現在大概會認定的意思是說 他第一手不是以相當的對價轉出去 但是他後來第二手就變成 對價了 然後到了第三手 所以有可能 如果按照這個要件 有可能是說 他已經轉到了三四手 他已經是認為 不是這個 國民黨的護水組織了 在概念上有可能被 被認定是這樣子 但我們 我們想的概念當然是指說 你看起來表面上已經不是你的 這個 控制的 但事實上你當時在轉的不是以相當對價 那也許我們這個部分可以 就我個人 我們思考看看 就是說這個部分 就保全的概念是要等到這個委員會認定的才禁止 也許這個可以思考一下 但是至少你沒有反對 就是說政黨 跟那個現在是 就是護水組織的部分 當下在條例一施行 就要禁止處分 這個你是同意的 對不對 講一下好不好 我一句話就好 我唯一句話就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 比方說他不知道的人 從你公告了以後 如果他不知道 可是後來又確定他 是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去追溯 這樣來就都改過了 不生效益 不生效益就對了 法座沒辦法 因為我不敗了 所以我要請教您 沒有啦 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說 他申報是一年 我們法通過之後 一年才去申報 所以你說我申報之後 這個委員會再去查 所以等於是一兩年之後 你說我再去處分的才無效 那時間太長了 其實是應該要說 我這個法通過之後 就禁止處分 那如果你處分的話 是不生效益的 那在這裡的話就會變成說 那你不生效益 當然就是變成回復原狀的問題 那如果有爭議的話 他本來就可以去提出 這個裡面本來就有一些 救濟的這個處理 所以在這裡 那你自己要去處 再講說那個什麼 27條的是不是會被處罰的部分 那那個部分可以 那時候好像27條還沒到 那那個怎麼樣處罰 那個再去看 是不是要限於故意或什麼 那如果是不知道的 或怎麼樣那個把它免除掉 好我可不可以發言一下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 大家都贊成 如果他當中有些不法不當 全力追 過去也追 我們通通都沒有意見 但是我們要確立的一個原則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過程的程序不正義 你只是急 你只是敢 所以我可以把 我可能有一點點懷疑的 我通通納入我想要去清查的對象 我可以報告各位 這個不是我們立法的本意 或應該追求的精神 既然在整部法的精神 只要你是不當不法 我無論你什麼時候交易通過的 我都可以追查到底 這是最重要的精神跟原則 這個我們絕對贊成 但是如果你在執行的過程 像游民委員講的 只是在意說不能等太久 所以要快一點 再快一點的過程 我可以去忽略 我有沒有去 就是不符合這個法律的 正當性跟比例原則 然後反正我通通把你 一網打進進來再說 然後再慢慢算說 你這個不行 好啦 不好意思 沒關係 你試用哪一個 再幫你走 沒有這樣子的 我們到目前為止 台灣已經進步到這樣子的程度 我們再立一個法 今天大家氣氛蠻好的 大家平心靜氣 好好的談 我們國民黨講得非常清楚了 不法不當的 通通查 我個人的贊成 追查到底 因為這個是國民黨裡面的壞蟲 通通把它揪出來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你在整個清查的過程當中 千萬不要為了趕急 趕快 一種用追殺式的方式 然後就不顧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法律上 該遵守的一些法律的正義跟原則 這個我反對 好不好 謝謝 回到剛才顧律師所提到的 其實目前的處理方式 你把政黨加現在還控制的黨營事業 一定抓很多了 其他那一部分稍微鬆一點 不見得說一定怎麼樣 這一步的法重點都不是在 因為它很可能轉了五手六手 他根本也不知道 你不要忘了 你第十三點 是鼓勵檢舉 催涉 有獎金喔 大家顧得彌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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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 因為我有獎金都拿了 大家絕對告他 絕對告他 好,來 我再補充一下 院長,因為第六條 我們剛才休息前已經有討論過 就是說有一些已經移轉無法緩翻了 無論是政黨或附水組織 其實都有可以去取得它的當時交易的財產 已經在追溯這件事情了 所以不會有什麼脫產追究不回來的問題 因為第六條第二款已經 第一項已經規定得很清楚 要不要大家再確認一次 好,來 這個第九條 再看一下 他是寫 以第五條第一項推定 那回到第五條第一項 政黨及附水組織 及收頭管理人 差不多三所而已 這三個 沒有說五、六所 而且並以本條約公布時 尚存之現金財產 其實他有一些範圍了 沒有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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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第一項是政黨附水組織 你附水組織就包括曾經擁有了 就是啊 你定義很清楚 附水組織是很清楚的東西 沒有,你曾經就是附水組織啊 除非你把曾經拿掉 對不對 你曾經我也沒有反對 你曾經擁有就是啊 第二項才是曾經啊 第一項沒有曾經啊 什麼東西 第一項沒有曾經嘛 有啊 從沒有 有了啊 拜託第五條第一項就 政黨附水組織怎麼沒有呢 這樣講這麼清楚怎麼沒有呢 那咧 這條要不要先稍微保留 你們 蛤 要不要先保留讓 讓 他們幾個回去想一下 你們提出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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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溝通啦 這個 不要 對啦 討論一下 好 所以第九條 我們再保留啦 再保留 來 再來 第十條 我 我來宣告一下 我們的會先休息啦 因為大會還沒有宣告啦 你們 沒有關係 你們 互相討論一下啦 今天先休息 沒有 是院會 院會先休息啦 院會先休息 等一下 口口蛋 然後怎樣 那幾條 是院會有什麼 嗎 來 館 還有 два 對